好 那最后一种变量咱们称之为预定义的变量 是不是啊同学们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预定义的变量 那MegFial当中有许多预定义的变量 这些变量有特殊含义 在MegFial当中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啊 所谓的预定义的变量就是默认已经有的 是不是同学们 而且不是环境变量吧 这些变量这些符号呢 你可以直接用 明白了没有 可以直接用 它不是自己定义的变量 也不是环境变量 它是预定义的 默认就有的一些普通变量 是不是同学们 你可以直接用 那这些变量呢 常见的预定义的变量有这么多 这些变量你是不用去定义 可以直接用啊 是不是同学们 这些变量呢 有些变量呢 代表默认的有些意思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AR这个变量 那它的值就是什么呀 小写的AR 明白了没有 小写的AR 那小写的AR 咱们这个命令用过没有 咱们做那个 静态库的时候 是不是用了AR这个命令 它什么什么 归档维护程序的这个程序名 其实就是一个命令的名称呀 它的这个变量的值 就是一个命令的名称 明白没有 那AR flags相当于是 给那个AR 那个传的那个选项 明白没有 大写的AS 它的值是小写的AS 明白了没有 AS是汇编 汇编器的那个 汇编器的名称 大写的CC默认器是它有值的 它的值是小写的CC 也是一个编译器 明白没有 也是一个编译器啊 编译器的名称 还有什么CPP CPP的值就是 $CC-1 咱们是不是 以前知道 预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GCC-1啊 那是不是就是 预处理预编译器的名称呀 是不是小同学们 总之这些变量 大家注意 上面这三个 你先不要看哈 咱们先看下边的 总之这些变量 是不是默认就有的 你可以直接用啊 具体这个变量是干嘛的 它的值是什么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去Eco一下 是不是 同学们 这些变量当中 有的有值 有的没值 那我现在再在MakerFeel当中 给你看一下 这些变量的值 好吧 VI Maker什么呀 MakerFeel 大家可头看 我现在不去EcoHome了 Eco什么呀 是不是Eco大写的什么呀 VR 大写的什么呀 DS 然后再YYP 大写的什么呀 CC 再来一个P 还有什么呢 叫CFLAGS是吧 AGS 是不是有这个 大家可头看了 Maker Lin 大家不能发现 是不是AR DS 中间这个没值 是不是 这个是CC 小写的CC呀 是不是 同学们 是不是 然后你看这个MakerFeel 倒数第二个 是不是没值呀 然后 总之 你看这些变量 是不是直接于库的时候 能打出值来呀 说明这些变量 是不是默然有值 是不是 同学们 默然有值 至于大在值是干嘛的 是不是就看 打出来的这个东西 你是小写的AR 是不是你在这个MakerFeel当中 用大写的AR的时候 是不是他将来替代的时候 用小写的AR替代呀 至于小写的AR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就 就根据咱们的一个啥了呀 是不是 命令来看来呀 你这个小写的AR到底是啥意思呀 啥命令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总之呢 就是说 这有好多变量你可以直接用 它有些变量有值 是不是 像这些变量是不是有值啊 有些变量没值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它是ARFlex CFlex 刚才那个是CFlex 有些变量没值 那没值的时候 你是不是给它付了值之后 也可以用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你像这个CFlex 是不是你可以加一个 钢旺钢键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给它付了值再去用啊 总之这些变量 你可以去直接用 然后你可以依扣一下 它的值到底是啥 是什么命令 明白没有 是什么命令的名称呀 随便你 然后呢 这些变量你可以直接用啊 有些有值 有些没值 你可以依扣一下 就看 那三个比较特殊的 这一个什么呀 三个比较特殊的预定的变量 大家可以多看 Dollar 加At 就代表目标名称 明白没有 就代表目标名称的意思 你的目标是啥 Dollar 他符号就是啥 明白 然后Dollar小余号 是依赖文件列表当中的第一个依赖文件 咱们咱们有一个目标 目标号后面是依赖文件啊 依赖文件是不是有可能有好多个 这一个呢 是代表第一个依赖文件 Dollar小余号 Dollar件号是什么呀 是依赖文件列表当中 去掉重复的部分 什么叫去掉重复的部分呀 比如说你又来麦点C 麦点H 又来了一个麦点C 那他就这个 这个Dollar件号号 就等下于什么呀 不叫一个麦点C 不叫那个可负的 麦点C 麦点H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哈 那咱们把刚才的例子 再稍微一改 用这种什么呀 用这种预定的变量 然后咱们改一下咱们的例 好不好 好 大家可多看 OBG是不是咱们和以前一样的 Target是不是和以前一样的呀 C Flags 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呀 预定的变量呀 只不过这个预定的变量 刚开始没有值 我只是在 在这个Megafield当中 是不是给它付了值呀 明白 然后呢 大家可多看 Dollar Target 是不是就是麦呀 一来Dollar OBG 是不是麦点O 普通那一点O啊 然后呢 大家可多看 怎么编译的呀 GCC 到了CC 大家可多看 它是不是没有给CC复制呀 没有定义 咱们没有自己定义 大写的CC呀 那CC在哪呀 是不是在这 尤其小写的CC呀 意思是什麽呀 小写的CC 小写的CC就和GCC是一样 小写的CC 名称 小写的CC 到了江框 是什麽意思呢 同学们 是不是一来文件列表当中 就是$OBG嘛 就是一来文件列表当中 是不是 $间框号是 去掉存复的部分 因为没有存复的 所以说 这个地方的间框号 就代表着一个 就是它 你们看没有 是不是CC 曼点O PREF 在F1.O 这个$H号代表什麽呢 目标嘛 是不是 $H号代表目标名称呀 那请问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咱们编译程序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目标是什麽呀 是不是就 $Target呀 $Target是谁呀 是不是就 所以说 曼去替代的一个 什么呀 目标 明白吧 其实就是CC 曼点O PREF1.O -O 是不是 曼啊 是不是 -O -G 是不是 同学们 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呀 然后呢 大家都看下边这个 C C 就是GCC GCC嘛 是吧 和GCC一样 -C 曼小一号是什麽呢 同学们 是不是 一来文件列表当中 第一个一来文件 CC-C 曼点C -O 是不是 这个地方的目标是谁呀 是谁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目标 是曼点O了呀 Target 它反而是目标的意思呀 曼点O 然后-Wall -G 其实 这一个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CC-C 然后 曼点C -O 曼点O 是不是 跟GCC-C 曼点C -O 曼点O 一样呀 是不是 同学们 如果 $CC呢 它是用了 CC 那个小写的 CC 变运器 好 好 Dollar小一号是什麽呀 是第一个一来文件 是不是啊 Dollar 捐号呢 Dollar 捐号是不是 一来文件列表当中的 取得重复的部分 Dollar H 和号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目标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 它是目标呀 在下面的时候 是不是 它是目标了 是不是 同学们 这个Dollar 和号代表目标的意思 好 明白的 其实就是将那一个 前面咱们写的那个 Megafail 是不是目标名声 不用Dollar Target了 而是用的什麽呀 Dollar 这个地方的目标 不用Mendor 而是用的什麽呀 Dollar 是不是 要说什麽呀 那这个地方的Dollar 捐号 它没有用Dollar OB件 还是用的Dollar 捐号呀 是依赖文件列表当中 去掉存互的部分 是不是 同学们 没了 其实整个程序当中 就用到了几个东西 OB的CC 是不是预定的代量呀 它默认有值 它的值是小写的CC 这是依赖文件列表当中 去掉存互的部分 它代表目标的意思 是不是 同学们 然后它是不是预定的 电量 是个C-Flags 默认没有值 咱们在Megafail当中 给它付的值呀 是不是 整个Megafail 是不是还是和上一个Megafail 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呀 明白 好了 了解一下 那咱们将刚才那种Megafail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种呀 好 你再去改一下 咱们在Megafail 那咱们在Megafail 那咱们在Megafail